拉曼大学卷入了欠税风波 政府被指撤销了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免税地位 并且向校方追讨超过8300万令吉的税务和罚款 不过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就澄清 面对追税的是不曾申请免税的拉曼大学 也就是优大而不是教育基金会 林慧英表明已经听取内陆税收局的汇报 因此确定撤销免税地位的说法不正确 而校方也已经向教育部上诉 媒体爆料政府为了开源节流增加税收来源 直接向教育单位开刀 其中管理拉曼大学的优大教育基金会 近来卷入欠税风波 内陆税收局向基金会追加45%的罚款 欠费总额高达8300万令吉 林慧英得知消息后马上出面澄清 强调自己接获内陆税收局的汇报 证实优大教育基金会与优大免税地位 遭到撤销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林慧英在文告中指出 根据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44-6条文 优大教育基金会从2003年7月获得免税地位 至今依然有效 不曾遭撤销 至于优大 从来都没有根据第44-6条文 向内陆税收局申请免税地位 内陆税收局明确指出 优大教育基金会与优大在税务上 是两个个别的单位 优大教育基金会所获得的收入 继续享有免税待遇 但优大所获得的收入不符合免税条件 副部长点出 优大认为自身收入的性质 与优大教育基金会相似 理应享有同等的免税待遇 优大正在向财政部提出上诉 寻求豁免内陆税收局 征收8300万令吉的欠税和罚款 林慧英也联系内陆税收局 厘清这是否是政府为了增加税收 而采取的新措施 内陆税收局向副部长保证 并没有推行新税务政策 当局只是依照现有的条件和准则 管理或批免税地位的机构 他也向各界保证 财政部税务司正在积极审查 拉曼大学的上诉 他也会亲自跟进事态发展 争取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财政部税建议 散布 三 génér